这节课呢,我们来谈谈婚前协议和婚减的问题 这个婚前协议啊,是大概比较晚近才提出来的一个东西 那么它这种协议呢,主要的一般的是婚前财产协议 然后呢,也有的呢,会自由的就是增加一些约束条款 比如说,如果一方出轨,就要净身出户之类的 这样的规定啊,就双方约定 根据现在的情况看呢,就是真正能够愿意去做婚前协议的人很少 这个婚前协议这个东西呢,显得啊,就是和就是两个人的感情啊 就是有点不匹配,就是说,如果你是爱我的 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婚前协议呢,是吧 就是你是爱我的,我们俩人一起结合了 那你的财产也是我的,我的财产也是你的了 就是要是离婚的话,也是应该一人一半的 按照这个结婚的规定 说这个好像婚前协议就跟那个 还没结婚呢,就先想着离婚似的 所以它会成为一种人们心理上不愿意去做这个婚前协议的一种障碍 是吧,比较有钱的一方呢,也还是说 那你要是不是为了我的钱 那你为什么不愿意做呢 这也是一个,就是有钱方和没钱方 就是他们都是会处于一种比较纠结的状态 就是如果去做呢,就显得好像很生分的样子 就是说的爱呀,什么什么这些好像都是一种漂亮话 实际上还是你是你,我是我呀 或者什么的,没有合为一体呀 什么在财产上也没有这种 真正的要合为一体的这个意思 是吧,好像他和就是我们所倡导的为爱情结婚 就是两人这个都说的时候,婚前肯定也是会说感情非常好啊,什么什么之类的 好像有一种张力,这中间有一种矛盾的这种心理 就会导致就不愿意去做 其实可是我们有时候会看到有这样的情况 比如说一个比较穷的人和一个特别富的人 这个去结婚啊,就是两个人财产地位差得很远 那么这个穷的这一方呢,就会主动的提出我要婚前协议 那这个就显得就是特别的高尚 就是说他是说我肯定就是不是为了你的钱 他就等于声明了我不为了你的钱 我是为了你这个人才跟你结婚的 如果说有一些这个婚前协议,实际上是不是就是那个比较没钱的那一方 他的姿态比较高,而且他的动机比较纯 就是说确确实实是为了对方的人,为了感情结婚的 而不是说为了对方的钱 所以他就不怕去签这个婚前协议 甚至会主动的提出要签这个婚前协议 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这个东西并没有什么太多的发展 这个婚检的问题呢 实际上中国咱们1995年开始实行这个强制婚前检查 到2003年的时候呢,就取消了强制婚前 这个当时取消的原因也是因为各方面反映有很多问题 就是说,好比说他也是有的时候走过场啊 什么就是实际上就是好像多交一笔钱 是吧,你交一个结婚证钱,然后你还得交一个婚前的钱 大家觉得这个为什么非得要这个婚前啊 甚至有出现过那样一种特别糟糕的现象 就是在强制婚检的期间有一个 我记得还是武汉还是哪的 一个什么县市的一个公民证方面啊 要检查这个有一方是不是处女 要准备结婚的这个女方是不是处女 你这个东西你简直就让人非常反感了 是吧,你凭什么检查我是不是处女啊 这是比较早的事儿 就是当时也闹出一个风波来啊 所以呢,后来2003年这个强制婚检就取消了 取消了以后呢,马上就是原来是百分之百的婚检 强制的嘛,然后呢,一下就没人婚检了 现在的统计是不足一成 根本就不足一成 这个时候呢,我们又发现后果出来了 强制婚检呢,它是有它的功能的 比如说对方有病,是吧,有病,然后他不知道,是吧 比如说肝炎啊,或者什么,比如说艾滋病啊,什么之类的 你都不检 另外呢,还有一种就是 自从没有取消强制婚检以后,出生婴儿的那畸形率啊,就是说它那个遗传,有一些本来可以被检出的,会生畸形儿的这种因素啊 他就没检查,这孩子就生下来了,然后就有遗传病 就是那个遗传病比例哈,就大大的上升了 所以我看到有很多的卫生部门哈,都在 就是说我们中国的这个畸形儿增加,适合这个取消婚检 婚前检查有关的,是吧 就是,你比如说我,我记得我认识的 有一对这个小朋友,他们俩人的血型哈,这个生的孩子就会得容血症 这个东西他们一点都不知道啊,他们要是知道的话,那就一定要 就就能想办法采取点什么措施哈,就不知道的情况下 然后两个人就怀孕了,然后就生的孩子就得了这个容血症,是吧 这个,这些东西其实我们好多的悲剧是可以避免的,是吧 所以呢,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地方呢 他要求就是,就给你免费的 去你领结婚证的,或者结婚之前呢 都可以去免费的这个 领取这个婚检单 就是这样的,大家还都不去做哈 我觉得真的不好,那么这里面呢 我觉得也有一种什么,就是大家也有一点 那种跟那个婚前协议的那个意思,好像是 我对对方不信任似的,好像就是说 我要求你去婚检,什么看看你有病没有啊,什么 大家其实不必,就是由于爱着面子哈 不愿去婚检,或者是说 这个嫌麻烦,是吧 万一你们俩的这个怀孕会导致 这个遗传疾病怎么办,是吧 所以大家应该主动的去婚检哈 就是这个做这个婚检 不要有各种的懒惰呀 或者是说嫌麻烦呀 或者是说顾虑啊 就是说这个不好意思啊 其实有的人呢 他心里可能挺有愿望哈 就是知道对方 比如说那种不是特别特别了解哈 特别特别,两个人已经就是 无话不谈的那种关系哈 就是对于他的那个 到底有没有什么 什么病啊,什么的 自己心里也挺想让简的 但是又碍于面子 不想去去搞这个婚前检查 是,我觉得这样这样都是不必要的 是吧 要对自己负责 要对孩子负责将来 是吧 应当是一定要去做婚前检查 咱们应该争取哈 就是说我看到有一些地方的这个 呃,寄生,就是这些相关部门会提出什么 到2020年要把这个婚前检查的这个比例 提高到80% 那我们现在才不足一成是吧 才不足10% 要提高80% 其实咱们应该把它能不能争取提高到100% 是吧 就是来 大家都是出于这种 不要有各种各样的顾虑哈 一定要出于对自己的婚姻负责啊 对孩子的负责 对将来孩子负责 然后呢 一定要去做这个婚前检查 那么今天这个题目呢 就讲到这儿 感谢大家的收听 咱们下节课再见 咱们下节课再见